问一下你会照顾别人吗 照顾 媳妇有病不经我照顾的 就像你嘉宾所说的能够理解她 你认为怎么去理解一个女士 不惹生气 生活和谐 我的天 女的干不了 婆婆男的干不了 我觉得男人不惹女人生气 这个概率太低了 因为他都不知道哪地方惹了 但是我的心初 心初有时候说话不注意她生气 性格内向倦生气 你过了二十年就住院 被她眼里姐夫对我这么好 二十年后就闭床说这句话 跟她妹妹说的 一般的媳妇打得不了她 我发现谢叔叔眼里是泛着泪光说的 你是第一次说这话 其实我觉得我最佩服叔叔一点是啥 他圆滑归圆滑 他很聪明 他是带有遗憾的对第一任妻子 所以我觉得叔叔在这个舞台上 你看他可能是嘴很甜 很会说大家有时候感觉他不够时尚 但是他内心是想找一个他深爱的女士 然后把第一任他对妻子的遗憾 没有浪漫过 不太会说甜言蜜语这个话 想补回来 叔叔我说您说的对吧 其实我叔叔内心是有柔软的一面 很多人是不了解他的 你现在就把柔软的一面体现出来 就如果你第二次婚姻开始了 你如何对你的老伴好 感情和说话各方面都注意 我说话粗 如果对方生气了 你会用什么方法解决 老婆别生气了呗 劝呐 不会转身就走吗 不会避一避风头吗 避啥 说那哄嘛 像小孩 老婆别生气了 你能保持自己不生气 如果对方真的是无理取闹 能保持自己不生气劝 哪有无理取闹 没有无理取闹 这么大时候无理取闹 说睡小的 媳妇有啥生气 下回注意点 吃啥的买点啥去 走溜达溜达 看看店 这行 我给你说点相声 让他乐一乐吧 油嘴滑舌 按摩的书 行 来吧 反正男人幽默点是最好的 对 幽默好瞎幽呗 反正我 我这群里都一听 是我也出的 不是幽默吧 和幽默和那个 油嘴滑舌的是两个概念 你老弄的油嘴滑舌的那样 男人好像没正经一样 但是幽默的 你是非常有那种艺术感 爱艺术感 老伴啊 谁又野你了 你看 我发现这段两人 唠得特别好 其实刚才大哥说的 你之前通 之前的那样的婚姻里面 你像在今后的婚姻当中 不犯之前自己觉得 很傲丧 很后悔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从这里面 吸取教训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但是呢 就像刚才姐姐所说的 之前的那一段的美好回忆 永远是让我们 有一种光运在那 因为你回忆 永远是好的 永远是甜蜜的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真实的人存在的话 在你面前永远会犯错 永远会有摩擦 永远有舌头碰牙的地方 所以如果拿现实的人 和之前的人来进行对比 永远比不过 这是首先我们一定要认清的 对 就包括我们之前所做过的任何事情 我们想在今后的生活补偿 这都不应该再这样想 而是应该我们今后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 不愉快的 不好的东西 然后我们和身边的这个真实的人 去一起过今后的生活 这是要放下自己 也是放下过去最好的心态 必须得那样做 尤其是第二步期的 不像投影原培的 又有孩子 又扯着一连着骨 对 什么话都没有隔阂 基本上身体没有隔夜之称 现在就不行了 都是互相陌生地又走到一起的 从头来开始 咱们必须结合到一起 必须把以前的全部忘掉 都放下 对不对 你这句话我特别给你点赞 反正我会照顾印 反正咱俩那老伴的钱 干结婚的钱她收 我得照顾的 伺候的 那就是 我那么一看可以杀喜为几乎 你信不信 她滑我得谁哄的 紧张了吧 这也太注重自己的仪表了 就是 从头里能套出个木属来 吓我一跳跳 来吧 先聊节目的女嘉宾 先稍微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好 好嘞 她的气质挺好 她穿啥衣服都得立刻 对 我有一个朋友 她就是随时拿一个小梳子 是个男士 而且呢 不失时机的 不是镜子 只要有这个玻璃 她都会过去 叉叉叉在那梳 但是你说这个人怎么样呢 为人特别正派 还非常好 就是一个特别注重仪表的一个人 真烦人 有洁癖呗 是不是 一个男士 总拿个梳子梳自己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也是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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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